看一下,今天基本上是第五次上課 所以還有三週,剛好沒有碰到清明連假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在包含今天的話 今天第六、第七、第八,所以還有三次上課 理論上我們這三次上課的話 主要大概就是第四跟第五的單元 請各位如果說有一些像練習的話可以稍微看 因為其實我們的練習檔其實還蠻多的 但是如果每一個都要講的話沒那麼多時間 但是雲端上其實都有答案 或者說有一些之前有上過課 所以你可以用那個名稱搜尋YouTube 其實YouTube裡面也會有那個之前上課的影片 那答案的話就在雲端上面 所以利用這樣的方式你可以延伸學習很多啦 反正這些範例其實之前都教過 那只是說因為每一個班級 上課的重點每個人需求不太一樣 所以我可能會斟酌一下 因為你說八週的課程要全部講完的話 即便可以講完但是很拚的啦 等於全部講完那問題你們能不能吸收也這個問題 所以我寧可說我們可以抓一些重點 然後把一些問題講得比較透徹一些 那細節可能一定要掌握 因為其實喔 我是覺得Excel的函數跟VBA部分的話 最重要就是說你一定要徹底了解啦 像尤其VBA 函數也是一樣 每個地方帶什麼樣的參數 有沒有 你給他對的東西 那最後他會給你就對的結果了 那另外的話還有就是說資料型態 最常見的就一直強調 像很多同學對於那個文字跟數字還是搞不太清楚 那其實這個就是最容易發生問題的地方 因為你會發現很多地方 其實你沒有做錯 只是你給的資料型態不對 雖然你眼睛看到都是數字啦 可是數字看到的 其實不見得一定是數字 那怎麼可以觀察到 像靠左靠右對其實也有方法 前面也特別強調 那這個最後做出來就是不一樣喔 尤其像你比如說你 你後續要做一些像統計分析的時候喔 就是結果不同 所以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一點 另外的話那更不用講VBA VBA一樣 VBA每個地方喔 只要一個地方寫錯 那當然喔 全部都錯啦 所以 每個地方都是 需要注意啦 所以你只要不要做錯 那你很快就可以把你工作完成 所以其實我是覺得 這個技術喔 主要就是說還是要 每個地方都是細節啦 OK然後呢 可能還是寧可慢一點沒關係 尤其是你可能沒有那麼熟練 沒關係你可以慢一點 然後盡可能的把每個細節都去了解 而不是說你好像 好像知道好像又不知道 那當然 那最後都是 最容易發生錯誤的地方 就是你可能不知道的地方 OK喔 那所以上個禮拜 大家重點再回顧一下 所以每一次上課基本上 我會把每一次上課的重點 稍微再說明一下 那假如說呢 你對於 上一次上課 講的東西不太熟的話喔 那就表示說你回去還是要針對這部分喔 再去做複習 最重要就是說除了說看懂之外喔 一定要實做啦 因為喔 你要真的懂 其實就是你要做得出來 OK 那你如果懂但是做不出來 其實 實際上你算懂嗎 我覺得到不一定 因為我發現很多人好像都知道 但是實際上給他問題 他就是 這邊錯那邊錯 這邊 就錯的地方其實都是 很小的地方 那變成你卡住之後 你就會想要 啊 乾脆我突發電鋼再來一次好了 那問題就是 就是變成說 得過且過啦 那比如說上個禮拜的話呢 就是輸出每個月的第一天 然後其實我們是把它全部串在一起啦 另外的話就是說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說 我們假設要輸出一個範圍 比如說之前是 for i 等於第幾列到第幾列 但是for j 的話 就是等於第幾藍到第幾 藍的話比較麻煩 因為藍它是一個文字 就是 a 藍 b 藍 c 藍 它是一個英文字母 所以呢 我想了一個辦法 就是說有沒有 我就是 用一串文字 然後配合一個 mid 函數啦 所以我一直強調mid 函數很重要 因為mid 函數 就是可以幫你 按照你要切的第幾個字 那你主要原因是因為 那個回圈裡面呢 能帶的變數一定是數字 也就是那個回圈 目前沒有那個回圈可以用文字的 所以你會想說老師為什麼你不用那個文字就好了 主要原因是因為回圈只接受數字啦 ok 所以我要第幾個 意思就是說我要第幾個字的話 那我可以用mid去切割 達到我要的這個效果 這個是我想出來的方法 所以仿天的書籍喔 應該 我目前看到VVA的書裡面好像沒有人這樣寫啦 ok 那 可不可以這樣寫 當然可以啊 為什麼不行 最重要是什麼 你 程式語言喔 其實就是沒有標準答案 所以這最麻煩的地方就是每個人寫都不一樣 那我想出來 這是我想出來的解決 因為我追求的程式 第一個啦 是程式越短越好 第二個的話 越簡單越好 對不對 所以喔 我想出來這個辦法 基本上就是 符合我剛剛講的 那當然如果你要用別的方法也可以啦 只是說別的方法 那寫出來程式喔 恐怕呢 就非常的複雜 ok 所以 不過你們可以想想看有沒有更簡單一點的方法 都是被允許的喔 所以 程式語言喔 其實當然 之所以難學啦 就是說呢 它真的就是可以有很多種可能性啦 不是說只是只能一種寫法 然後呢 用字串的方式 配合mid 然後呢 輸出每個月的其他日期 然後再來的話 後面我們就又講了一個黑名單篩選的範例 那黑名單篩選喔 其實主要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convive函數 也就是說以後你要比對資料 比如說你 這個資料跟那個資料到底有什麼差別的時候 其實用convive最快 我發現喔 好像如果你寫程式的話 好像也沒conv快 因為conv就是怎樣 幫你比 然後呢 先比第一個 跟所有 所以其實有兩個範圍的範圍比較啦 然後最後再配合篩選 那另外的話conv裡面又多補充了一個叫定義名稱 也就是說如果 因為理論上我們conv是 算 那個範圍裡面 跟我現在指的這個 資料裡面 有沒有一樣的 有沒有一樣的 這個資料 有的話幫我count count就算幾個 OK 那也就是說那個範圍的話 如果是跨工作表 因為我們 黑名單篩選喔 其實是分成三個工作表 所以未來你一定會遇到類似像跨工作表這種 需求 那跨工作表 請要特別小心 如果說你那個範圍在另外工作表 我是建議你先定義名稱 定義名稱還記得吧 就是先選範圍 然後在 左上角一個叫名稱窗格的地方 輸入名稱 Enter就可以了 那這個方法很重要 而且很好用喔 也就如果你不會用定義名稱 來選取範圍的話 哇 那以後你跨工作表每次都要選一個很長的範圍 然後另外的話 還要加錢的符號 把它鎖定 可是如果定義名稱這個問題就不用罰 不就需要 只是說定義名稱 你以後要記得一個快速鍵 F3 他會把那個名稱 給調用出來 OK 這一點的話 我 建議各位 還是要熟悉啦 因為這些都是 工作上很重要的一些細節 如果你這些細節 不知道當然你也可以用Excel 只是說你會用得很辛苦 而且很容易做錯 OK 那與其這樣倒不如想一些方法 讓你Excel 又快 又正確 然後又流暢 這樣的話 用Excel 我是覺得 才有 把Excel 真正功能發揮出來 不然的話說真的 大部分人其實用Excel 真的用不是很 很全面啦 大部分都是用它 基本的功能 OK 那當然 就有點可惜了 再來就是 錄製聚集的部分 所以我們有 錄製一個黑名單篩選的聚集 其實也是 複習前面講的那個 錄製聚集 所以我建議各位 回去 反正多多練習那個 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裡面有一些重點 因為我們錄製的時候 是用滑鼠鍵盤 尤其是滑鼠 那滑鼠的話 你只要點的話 它會幫你錄一段程式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點Select 比如Range 哪一個A1 點Select 那其實是滑鼠點到 A1的儲存格 它就錄這一行 然後呢 它底下也會有一個物件 叫做Selection 因為Select是動詞嘛 Selection就是一個 等於是算什麼 名詞還是售詞 有沒有就是產生的那個 那個東西的話叫選取物件 也就是你會有一個Select 就有一個Select 其實這兩個東西 基本上你就可以用Range 來代替它就可以了 你就不用說還要分 好像我記得 它本來是分成三行 那其實整合在一起 可能只要一行 就可以完成 那至於細節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可以把這一個 第六個影片 也許可以再把它稍微看一下 那我跟各位講這些東西 都是 這是 很重要的點啦 因為如果你這些都沒有注意到的話 你不要說你會錄製聚集啦 很多人其實錄了聚集說 那跑 那下一次呢 下一次還是 下一次如果你換一個地方 你又不能跑了 OK 最重要的是錄製完之後 你要能夠再稍微修改 然後並且還要加上註解 OK 那其實啊 另外一點就是 錄製聚集其實也是 VBA程式啦 所以如果有一些程式你不會寫的話 那其實也可以 透過什麼呢 透過錄製聚集 你就知道程式該怎麼寫了 有沒有 像其實蠻多地方啦 像後面我們也 我們會講到比如說像 如何去下載網路資料 有沒有像網路爬通現在也蠻夯的嘛 那實際上 在那個Excel裡面呢 其實也有 下載網路資料的功能啦 那只是說不會寫的嘛 你可以錄製啊 錄下來之後呢 那你再把它修改一下 那只是說啦 他錄下來的東西 聚集裡面 可能錄了大概20行 但是實際上你需要可能只有兩張行 那你要怎麼知道說 哪些要哪些不要啦 那有的時候還是要透過那個 查詢 像 我錄完之後 我還會配合一個快速鍵 叫F1 有沒有 在那個 那個屬性或那個方法上面 停一下 然後按F1 F1就是跳出那個官方的說明 有沒有 我之前有講過嘛 你要查資料 按F1 它會跳官方的說明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原來這個屬性跟那個方法要怎麼用 其他還有就是說 那畫面閃爍怎麼關閉 有一個什麼 screen updating 等於false 關掉 其他還有就跨工作表 這跨工作表其實非常的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 將來當然你不可能說只是放 單一個工作表 所以 這邊我好像會多用了一個物件 叫SHITS SHITS的話 刮鬍裡面 你可以給數字就是第幾個 給文字的話就是 那個工作表的名稱 那你就可以知道說 如果我現在資料 從哪個工作表 要把它複製到另外一個工作表 那你可能就要記得 它這個 它這個位置不能夠錯誤 不然的話它沒辦法完成你要的動作 那其他的話 還有就是 網路下載資料 今天也許我們可以 延伸再來講一下這部分 每次影片其實這邊都有 所以回去的話 請各位再花一點時間 自己再把一些剛剛講的動作 稍微看一下 有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讓我知道說你的可能問題 那今天的話 也許我們再繼續再來看 第四個單元裡面的 叫樂透彩的 中獎機率統計 比如說我們舉這一題 其實這一題的話 裡面也是會用到 抗的相關統計類的函數 舉例來說 樂透彩的話 它的規則 基本上應該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印象 它其實是大樂透的前身 那號碼的話呢 理論上 它是1號到42號 那現在大樂透是1到49號 OK 然後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知道 101年 開出1號的機率 是多少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說 你可以看到 1號的資料在哪裡 在這裡 101年的資料在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到 其實需要的資料 就是第一欄到最欄 也就是說 一期 這個是一期 這個是什麼 101年的 099 就是第99期 那哪一天開獎 然後呢 總共開出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總共呢 那所以這個是99期嘛 然後 Ctrl向下 這個就第1期 所以它其實倒著放 所以這邊是 6個號碼 加一個特別號 那如果我想知道 一件事 什麼事呢 到底 在這個範圍之內 1號到底 開出來的 機率是多少 那機率的話 可能我們可以分 兩階段 第一階段就是 算出 1號開出來的 數量 這個這麼多範圍裡面 1號到底有幾個 OK 當然不是叫你眼睛算 一個兩個 往下 不過眼睛說 用眼睛看 還真的不行 為什麼 看久了之後 第一個啦 你會漏掉 第二個的話 你 對眼睛也非常不好 現在眼科生意都很好 為什麼 因為現在人都一直看螢幕 要不要再看手機 所有都要看藍光的東西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 應該用對的方法 所以第一個 我們如果要 算這個範圍 所以這個範圍是 D2 一直到J 所以你可以往右選 然後Ctrl-Shift向下 應該到J的100 這個就是它的範圍 不過我建議啦 就像之前 剛剛跟各位講的 像這麼大的範圍 而且是跨工作表 你就要想到說 這個範圍乾脆給一個名稱算 比如這個範圍叫 101好了 不過跟各位講一下 名稱的話 它不允許 數字開頭 你不能說101 Enter的話 它會跟你講說 不是有效的名稱 因為 所以怎麼辦 乾脆這樣好了 我們給它一個 前面就是 打個開獎好了 你隨便前面加一個 非 這個 非數字的 資料就可以了 你想說最簡單 放進去 A101 可以啦 就是只要前面那個字 不要是 數字開頭 就OK了 那我們叫 開獎101好了 OK 所以呢這個範圍 我先定義好一個名稱 叫開獎101 然後一樣 這個102的話 一樣 把它選到 這個 D到J 先橫向選 然後再 Ctrl Shift向下 然後這個範圍 也許叫做什麼 開獎102好了 OK 所以 這是101年 102年 那我要統計的話 假設你要先算的話 當然我們可以先用那個 統計類的函數 就是Conif 上個禮拜用過 Conif非常好用 Range的話 101年 所以按F3 開獎101就出來了 請你幫我在 這個範圍 這個陣列有沒有大瓜阿虎 這個範圍的所有的號碼 所以所有號碼應該 100期 不是 99期 所以99乘上 6個號碼加一個特別號 7個 所以等於是 7乘上99 那就是693 這邊有693個號碼 請問一下 Criteria是條件 那1號在這裡 A2就是1號 總共 出現 幾次啊 有沒有發現 17次就算完了 也就是他自動幫你全部算完 所以記得啦 以後你只要算 在這個範圍裡面出現 什麼資料 你就不用 Conif來算 OK 向下減滿 全部都算完了 有沒有 看得出來了 哪個數字最多 那當然就是 101年開出來 那個數量最多 好像22次最多的樣子 有沒有22次 那如果算機率的話 那機率怎麼算 後面的話呢 再把它除以多少 除以那個全部 號碼開出來 全部的話就是 開講101 全部幾個號碼 那其實最簡單的方法 你用 Count C O 直接打這邊 C O U N T Count的話就算 某個範圍 所以你這邊可以按F3 你幫我 Count一下 開講101裡面 有幾個 數字 幫我把數字算 所以回答應該是 693 所以 他 中獎的次數 除以他全部 TOTAL的 這個數字的話 那可以算出來 他的機率就算OK了 那同樣的方式 你可以把101算完 那102同樣的方法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其實 名稱還有個好處 就是 貼上之後 直接改那個名稱就可以了 開講101 開講1025就好了 因為那個只是範圍名稱 這個範圍反正就是 雖然不一樣大 但是指那個範圍就可以打勾 AMR就算出來了 那合計的話就把兩個加在一起 所以等於 這個號碼 這個的機率加上這個機率 那後面的話呢 再把它排名 誰多誰少 就出來了 不過 這邊可能會有個問題 這個機率看起來 小數點太多了 第二的話 如果我假設希望 用比較好 我 閱讀的格式 比如說我希望 以一萬為分母 就一萬次出現幾次 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格式 按右鍵出成格式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有個叫 分數有沒有 一萬次出現幾次的話 那假如 我們分母 以 一萬為分母 但是你會發現 分數好像沒有一萬 它最多是 只有一百 所以如果你 出現這樣 一百次出現兩次 可是不對啊 我後面其實還有 我希望再取兩位好了 那你怎麼辦 跟各位講喔 如果假設這個格式 不夠用的話 那你可以 先找一個 比較接近的 然後再按 自訂 找 自訂的話 意思是說 那個規則 那個格式的公式 是可以改的 也就是我今天只要 把分母 本來是一百 對不對 把他一萬一萬的話 怎麼辦 簡單嘛 補兩個零不要 有沒有發現 一萬次就出現 兩百四十五次 那你這樣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喔這樣 閱讀起來好像 比剛剛那個小數點 好像 閱讀性提高非常多 有沒有 一萬次 反正我就大概知道 一萬次出現解釋 這樣會相對直覺 比你剛剛用小數點 還很多 OK 這邊怎麼做 一樣嘛 把這個 複製格式點一下 其實你可以點兩下 為什麼 因為這邊好像 這邊要複製 這邊要複製 所以你就是 點兩下 複製這邊 複製這邊 再把它取消掉 這樣就OK了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把剛剛的那個 樂透彩統計 先利用 COUNIF 那COUNIF之前呢 我是先把這個範圍 就是 D2到J的最下面 然後把它改成 開檔101 這個叫開檔102 然後呢 先 算它的 count 有幾個 1號 然後再除以它 總total的號碼數量 這樣就可以算出機率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